欢迎回来 晚上的最新小小带您关心到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接受节目专访 表达他反对民进党提出的 将义务义的议期延长到一年的政策 他说自己要是当选就恢复当兵四个月 被认为是在抢工青年选票 另外侯友宜还提出要关掉 管理通讯媒体的独立机关NCC 并说NCC已经不受到民众信任 应该是要砍掉重练才对 还有针对了政府逼案 侯友宜也说要恢复特征组 表态兵役问题 因为蔡政府去年底宣布 义务役兵役一起恢复到一年 国防部教育部也配合 抛出三年读大学 一年当兵的三加一方案 但侯友宜不认同 我反对三加一方案 男生可以参加三加一女生 不行嘛 民进党把两岸搞得兵凶战危 不得不才延长兵役一年嘛 归根究底还是绕回两岸议题 没有危机就不用延长当兵 征召后首都上电视专访 短短一小时内 侯友宜更想大刀阔斧 清理绿营弊案 黑金过锅气是非常的严重 会建立一个新的特尊主 好好的把弊案查清楚 NCC这几人 一下子又把人家关台 一下子又开台 撤掉打掉重练 侯友宜不断端政界牛肉 也不忘炮轰其他对手 不能像民进党那一清德说的 核电可以做紧急使用 这种用选举的语言说一说 其实这是不负责任的 他们问到韩国瑜四年前 选总统那一局 朋友疑姿态自己创CD 如果我做的不够好 不够多的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指教 多多原谅 都是我生心的接受 多多原谅 多多承心的接受 大家的批评 指教 持续释出善意 只判流失的蓝银基本盘 有所回应 接下来黄卫才 TV长报道